大家看到这个新的 Serena 有什么感想呢? 今天就带大家快速的看一下 这个全新小改款的 Nissan Serena 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首先在外观上面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小改款 Serena 的车头呢 采用了大量的镀铬材质 这个镀铬材质的点缀让这个款车更为时尚 而且我觉得它的设计风格有点更像那一个 Toyota Alfa 你是不是也有一样的看法呢? 欢迎在影片的下方留言给我们知道 然后我们看一下车侧 车侧这个 Serena 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有这个 Power Slide Door 作为 MPV 没有 Power Slide Door 就是在耍流氓 所以 Serena 有 这个 Power Slide Door 它的好处是在于如果你在狭骰的地方呢 你的车门不需要打得太开 你的乘客就可以上下车 而且作为这种三排车型呢 Power Slide Door 的开门角度会更大 第三排的乘客会更容易的上下 所以 MPV 有这样子的设计真的是很贴心 而且重点是因为是 Power Slide Door 的关系 所以你拉一下那个门就可以自动开了 下雨的时候或者是你手拿重复的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接下来就要讲车尾 这个车尾是 Serena 的贴心之处 它的车门采用了两段式的设计 如果讲既然你停车的地方呢是一个非常狭小的地方 然后你要开这个尾门的话 如果全部开门会很辛苦 没有关系它有两段式 也就是上面后挡风镜 其实还有一个小门你可以直接打开 从那里放东西或者拿东西 如果这个是在我们如果是租 Condor 的话 这个车是一个非常非常贴心的设计 而如果说你是在空旷的地方 你就可以直接打开最大的那个尾门 这样你大型的物品要上下车就会更简单 Nissan 果然还是 Nissan 这样的设计真的是很贴心一下 然后当然它这个尾灯也是采用了 LED 的设计 在夜晚的时候这个辨识度其实也会比较的明显 不然还是蛮喜欢这样子设计的 而且马来西亚市场的 MPV 真的太少了 这样一来让这个 Serena 更加的鹤立鸡全 你说是不是 接下来我们来看它的内装设计 内装设计的部分 Serena 采用了这非常典型的日系风格 为什么我这样讲 首先你要看到是不是日系 MPV 最好的一个辨别度 就是在这个排挡杆 它们会设置在这个中控台的上方 所以你在开车的时候 你的手要换挡是非常的容易 然后第二点是它采用了数位化的悬浮式仪表设计 这个仪表并不会被 Steering 挡住你的视线 所以就算这个车你在开着 你把 Steering 调到最高 那个仪表还是非常的清晰 然后在仪表的旁边也有一个小型的彩色资讯 screen 然后上面可以显示一些车辆的资讯 甚至是倒车镜头等等的功能 当然这一台车也是支援了360度的镜头 毕竟那么大量体积的车子 没有360度镜头的话 其实也说不过去啦 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这个主要的出屏主机 同样的也支援了这个 Android Auto 还有 Apple CarPlay 所以把手机连接到这边 你就可以在上面使用 Spotify 可以使用你的 Waze 可以使用 Google Map 导航非常的方便 尤其是一家人出门的时候 这些功能真的真的非常的方便 接下来就要讲到这辆车的安全配备 在小改款之前这辆车基本上就只有这个 360度镜头 车程动态稳定系统 斜坡起步辅助系统 还有六气囊 这一次呢 原厂为它提升了一点点的安全配备 例如说它导入了这个前方撞击一颈 自动紧急刹车 还有车道便宜警示等等的配备 作为一台家庭车呢 这个安全配备还是比较重要的 至于在这个座椅的设计部分呢 它才用的是2加2加3的设定 这样的设定呢 中间有一个通道可以让乘客方便的走来走去 上下车 所以必须说买MPV就要买这种 纯正血统的MPV 而且告诉大家一个小知识 这辆车是日本最畅销的MPV车型之一 所以可以看出日本人都喜欢睡 看哪里会擦对不对 讲到座椅不得不提的时候 这个座椅的包覆性 支撑性跟柔软性都不错 而且如果你在长途驾驶的时候 这个座椅可以给你一种 在家里做sofa的感觉 所以这是为什么Serena 发布了那么多年 在路上的能见度那么高 因为它真的很舒服 很适合一般的家庭使用 而且其实自从这款车开放预定之后呢 就有很多朋友问我 这款车是不是值得买 你们觉得这款车值不值得买呢 看一下它整体的package 如果你觉得值得的话 可以在影片的下方留言给我们知道 在引擎的配置部分 大家期待马来西亚版本会有e-power对不对 不过这个版本还是没有引进马来西亚市场 我们采用的引擎还是跟小改款之前一样 就是这个2.0L的自然进气引擎 搭配这个微型混合动力系统 也是我们俗称的轻混 这个系统主要是提供车辆的余热系统 冷气还有安全配备等等的电力 让引擎的负荷减低 因此油耗也会获得提升 根据官方的资料呢 这款车是获得了EEV的认证 它的油耗表现非常非常的出色 其实在之前我们也参加过Nissan的试驾活动 这款车的油耗随便都可以达到14-15公里一公升 如果以这样体积的MPV来说 它是非常出色的 OK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它的引擎数据 在动力表现方面 这款车的引擎最大马力表现是148HP 峰值扭力表现200Nm 匹配的是CVT变速箱 而这个电动机呢最大马力是2.5HP 因为它并不是提供车辆动力 所以我们就把它忽略掉 以加轻车来讲这样的动力其实是中规中矩 但是你也不会开一台加轻车去跑对不对 所以安全抵达目的地还是最重要的 不过大家也放心 这款车要上云顶是没问题的 现在呢 这个Nissan Serena 小改款已经正式在马来西亚市场发布 新车总共有两个车型 价格表我们会打在旁边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已经可以前往各大的Nissan展示厅看车 有什么看法 影片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带大家的新车快速看影片 如果大家喜欢这次的影片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我们下次见 拜拜